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斌和他的工人们特别忙碌 这里每天都要出售大量的泥酒苗 7月份能给市场勾引20多万斤的苗 老师 你到这里来来来 短短几个月就出售20多万斤 这样是放在一年前的话 连谢斌自己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今年就惨了 去年前年的苗 从春到秋天 前年总共出了两万斤的苗都还不到 2012年总共才出了不到两万斤苗 今年就能达到二十多万斤 销售额能达到一千万元 很多人都没想到 短短一年时间 谢斌就成了当地最大的泥酒繁育 谁都知道泥酒繁育 一直是一个行业性难题 这么短的时间 谢斌咋就成了行家里手了呢 谢斌是2011年才开始繁育泥酒苗的 其实呢 一开始他也像其他育苗户一样 用传统方法按部就班的进行 2011年下半年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按照其他育苗户的模式 给泥酒建产房 也就是这样圆形的环道 俗话都在这个里面做 环道是保证他流水的时候 能够均匀 模仿大肆胺中间的泥酒繁殖的时候 能够流水的一种环境 泥酒喜欢在流动的水中产卵 到了结婚生子的时候 他们陆续浮出水面 开始互相嬉戏 熊泥酒经过一段时间的追逐 用身体缠住磁泥酒腹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分别往水中排出金子和卵子 金子和卵子 在水中结合 就成了磁精卵 几天之后 磁精卵就会孵化出小泥酒了 在当时跟别人学习的时候 解决就知道 在泥酒产卵的时候 必须给他们在这个环形的产房里建一个产床 这个产床呢 其实也简单 就是在环道里面铺一张网子 把这个整个铺盖起来 这样用这个东西把它挂起来 底部的时候 给它在这里 给它缠一缠 挂起来 然后这样网就塌不下去 整个网就这样 整体它就铺起来了 建环道铺网子 这和其他人没啥区别 都是常规的成熟技术 可谢冰为什么第二年 就能繁育出20多万斤的泥酒苗呢 一个月相当于头一年全年产量 它到底有什么绝活呢 谢冰说 其实啊 它的方法和别人都一样 变化就在一些小细节上 去年春天 谢冰养的第一批泥鳅开始产卵 它是既高兴又紧张 就怕出点差错 所以从泥鳅一放进产房 谢冰就不停地观察 这观察来观察去 它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发现呢 泥鳅在这个环道里会待一天多时间 二十四小时左右以上的时间 卵跟水冲上来的时候 它会自己把肚子的卵给吃掉 泥鳅的这个毛病真不是个小事 泥鳅这么大 卵那么小 这一口还不得推下几十个卵呢 一年甚至两年的精心呵护 就这样眼睁睁的 看着回到泥鳅肚子里了 哪个育苗户能不心疼呢 其实育苗户都明白 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但是这个育苗模式 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大家也就把泥鳅吃自己的卵 看作是正常损耗了 而谢冰的能耐 就是在自己的耳朵边挂了一个问号 从而把自己的脚步 稍稍向前迈了一步 为了搞清楚原因 谢冰就请来水产方面的专家 专家告诉他 泥鳅吃自己的卵并不奇怪 因为在自然界中 很多动物在产崽的时候 都有吃幼崽的恶习 动物吃自己的卵或幼崽 也是出于无奈 因为动物在生产过程中 消耗了大量体能 急需能量的补充 你就这个肠完卵以后呢 它继续的要营养不进行补充 在这里面是没有什么食物的 专家的答复 让谢冰是毛色顿开 环形水稻中的流水 都是抽上来的地下水 水中没有什么食物 急需补充能量的泥鳅 就只好吃自己的卵了 那怎么才能减少卵被吃的现象呢 环道里铺上一张网子 正是为了让刚产的卵露下网氧 把网上泥鳅和网下的卵分开 这样既能避免泥鳅吃卵 又能让卵及时到空间更大的环道里去孵化 磊是这个磊 可是大家都没有挡住泥鳅吃自己产下的卵 谢冰刚开始也一样 也是按照大家常用的网木铺了网子 不过网木又大大了以后呢 又飘上来了 又不行了 传统的网重点在防范泥鳅 而对卵的运动有所忽视 我看到别的家的用的很宽的网 就一网眼它不大 只要让泥鳅粘不过去是吧 那就可以了 网眼大 好像是把泥鳅和卵很好地分开了 没想到 这网眼一大 卵又穿过网眼浮上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网眼大小做得不标准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谢冰开始精心地计算 标准呢 是仅让卵能够掉下去 而无法浮上来 我们最搓的时候用了这种密的网 就你看看 就这点很密的网 这种网子网眼很小 有三十多目 刚产及的卵正好能够通过 这样卵漏下去以后 就不会浮上来了吧 后来发现 紫和泥鳅都在里面 一补的时候紫下不去了 结果发现 这种网子还是不行 一粒卵能通过网眼 可是泥鳅产卵 一产就是几千粒 而且刚产的卵粘性很大 几粒卵就把网眼给堵住了 这网眼一被堵啊 后面的卵就漏不下去了 网眼大了 这卵会浮上来 网眼小了 卵又漏不下去 为了找到合适的网子 谢兵来来回回 没少折腾 最后呢 找到了这种八个木的网子 网眼不是很小 也不太大 有三四个卵粒大小 用这种末素的网来 刚好它产完的卵 能够下得去 产的卵能够下得去 却不会再浮上来 开始的卵是小的 浴水它会膨胀 一膨胀以后呢 它再给水牛冲回来的时候呢 它就上不去了 它就从这个孔翻过来了 这样就有效好吃了 产的卵能下得去 孵化的卵上不来 刚好 所以这个网也是 我们经过反复试以后 发现用这种网以后 它的产量明显提高 网子的问题解决了 你就吃卵的现象就减少了 接下来就等着孵化了 可是到了孵化出小苗的时候 谢兵却发现 出苗率太低 最初的时候我们测过 只有百分之十几 八十的出苗率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 有问题哈 产卵率挺好 可是出苗率却这么低 这哪能行呢 可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那当时很沮丧 是吧 但是就觉得这个地方 怎么会这么低呢 这也难怪 费尽心思 又是给泥鳅建产房 又是修产床 无疑是为了让泥鳅多生 多出苗 这卵产的是多了 可是大部分卵 如果孵化不出来 这哪成呢 在咨询了专家以后 他才知道 孵化率低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受精卵死亡 原来是发生了死卵现象 产出卵有点粘性 然后一堆积的话 它就会死亡 一个爱一个的时候 苗就结在一起 它就会死掉 就扶不出来这个小鱼了 为了刺激泥鳅产卵 同时也为了防止产出的卵 出现堆积现象 繁殖环道内的水都是流动的 在水的带动下 卵会随着水流漂浮 对于养殖户来说 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大伙都是这么做的 可既然这样 为什么还会堆积呢 谢兵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 终于发现了 癥结就出在这个喷头上 这是国内目前繁殖中间 常用的一种模式 就这种的方式呢 是一个压嘴式的 谢兵刚开始学习养泥鳅的时候 看到大多数养殖户 在环道底部安装的 都是这种喷头 通过这些喷头 使环道内的水流动起来 利用水的流动性 把卵带动起来 减少卵的粘连缠积 但是这种喷头 却有一个缺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水 出来的以后 它是会有一个角度的 有的时候产出来的卵 在这上就会产生堆积 泥鳅刚刚产生的卵 往往很粘 在自然条件下 靠着这种粘性 它们会附着到水草上面 但是 在人工繁育的环道里 没有水草可以依附 如果卵堆积到了 就会粘在一起 粘在一起 就会因为缺氧 造成窒息死亡 两个卵堆到一起 就像鸡蛋一样的 有个双黄蛋 肯定出不了气 出不了鸡苗一样 压到一起它就会死掉 谢兵就想了 如果把鸭嘴变大 堆积现象 应该会有所好转吧 别人家的大概的 喷嘴鸭舌 在别的环道上 大概是 这个形状会更小一点 就这么载 所以它的扇性面就更小 我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 比别的家已经有改建了 但是我发现还是不好 没想到 谢兵把喷头的鸭舌变宽以后 喷射角度大了 但是 有一个问题 他事先没考虑到 就是水的流速 鸭嘴变大后 喷出的水柱冲击力 一下变得很强 对刚刚孵化出的小苗 形成了致命的冲击 它的水流的冲力太大 往往那些 暖到不会出问题 苗子的时候会被冲死掉 有压力太大的会被冲死 就它以后是有孵化出来 但是孵化力特别低 鸭嘴喷头小了 会造成暖的堆积 大了呢 又容易把刚孵化出的 泥球苗冲死 看来鸭嘴喷头 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要想让卵健健康康的 在环道内孵化 还是得想别的招 后来我们就做了 反复森验 我们做了改进 其实这个改进 也很小的一种改进 就是 但是把水的水 匀速的牛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 这就是谢冰 现在采用的喷头 由原先的单点喷射 改成了多点喷射 每个一段就有一个 这样它就一击推一击 保证它的水是 一浪一浪的起来 整个水推着在 环道里面就转起来 新型喷头使用后 谢冰发现 尼秋卵堆积的现象 基本没再出现 孵化出苗率 果然提高了很多 尼秋的孵化出苗率高了 这一下谢冰就放心了 他开始琢磨另外一件事 就是让尼秋能够同时集中产卵 孵化出苗率高了 产的卵再多一些 最后尼秋生的娃不就多了吗 而同时集中产卵的办法 就是打催产针 所有的女生在一两个小时 都给它打完 让它在集中产卵 目的上让它集中产卵 原来每条尼秋的身体状况不同 产卵时间不可能都一样 如果不一样 有的早有的晚 以后孵化出的尼秋苗 也就有大有小 对于养殖库来说 管理起来就不方便 你不打催产色的话 它是有的产有的不产 这样就不能实行规模化的繁殖 那怎么办呢 办法就是打催产针 让它们在同一时间产卵 这样同步产卵呢 就是同步孵化 这样能够集中的呢 能够规模化的呢 能够形成这种尼秋苗 说起给尼秋打针呢 最初真是让谢兵伤透了脑筋 这尼秋你平时逮得很难逮 我说尼秋你难打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打针 非常难打 是吧 拿不住 拿不住 很难拿得住 非常滑溜 给尼秋打针 不像给人打针 他不会乖乖的听话 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所以首先要控制住尼秋 不让它乱动 这些尼秋滑得连抓都抓不住 怎么才能不让它动呢 既然尼秋滑 是因为表面分泌的粘液 谢兵就想了 如果能够把尼秋的粘液去掉 尼秋不滑了 不就容易抓住打针了吗 以前呢 别的反对厂 大部分采用的方式来 把它包住 这样把它身上的粘液来 让它通过毛巾把它去掉 用毛巾把尼秋包住 擦掉粘液 尼秋就动不了 谢兵开始采用的 也是育苗户最常用的这种方法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他慢慢发现 这种方法并不科学 本身这种操作的方式 是伤害尼秋的一个方法 用毛巾包裹把粘液去掉 虽然是解决了尼秋滑难抓的问题 但是却把尼秋表层的保护层也破坏了 这样对于尼秋健康是有影响的 它等很长时间 让它年夜脱落了以后 这样的尼秋催产完的 尼秋呢 差不多死亡率会很高 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会有死亡 就它产卵是产卵 但对亲本的伤害非常大 年夜擦掉了 尼秋没了保护层 死亡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这一下损失可太大了 而且谢丁还发现一个问题 用毛巾包住尼秋打针 经常扎得不准 这上下分不清 操作员不小心的时候 你看它有的时候 会能打到它的头部 是吧 因为它在里面乱动嘛 然后按得特别紧 也可能打到尾部 这样注射的深度 都不好控制 给尼秋打催产针 也不是随便扎哪儿就哪儿的 背部肉厚对尼秋伤害小 像这样用毛巾 把尼秋包得严严实实 看不见扎不准 就容易伤着尼秋 看来用毛巾的办法是不可行了 可是不用毛巾用什么呢 谢丁又琢磨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有个工具 它既能控制住尼秋 还能够不伤害它 后来在一次捕捞尼秋的过程中 让它产生了灵感 因为我们这边 好多老百姓 这个地龙来捕尼秋嘛 它是用网来捕尼秋的 那把尼秋砸起来 那么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们可以 用网巨来做尼秋 就把尼秋给固定住 想到这一点 谢兵就开始反复的试验 最后就做成了 这样一个小工具 当时根据网 我们就用了这样一个器具 是自己做的 也很简单 做个圆子 有点弹性的 绷得很紧的 这样一个圆子 就是这样一个 看似很简单的东西 把原来担心的问题 都解决了 非常方便 一下按住它不能动 就是它也不会受伤害 我们再看看 还是一样有活力 是吧 你看 再按住 量的紧 然后拿这个针 又能看住部位 因为是透明了 它可以看着部位 对着这个部位 你看 打一针 是吧 针是打完了 手术完成后 这么多尼秋怎么处理呢 铁针是打完以后 把这个东西放到盆里 然后弹子 然后再弄 觉得更麻烦 它的滋留时间就特别长 尼秋在外面滋留时间长了 对于健康就有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谢冰根据尼秋华的特点 又专门设计制作了一个手术台 下面连接手术台的 是一条倾斜的通道 尼秋打完针以后 马上就顺着通道 滑进水桶里 谢冰手 当时制作这个手术台的灵感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幼儿园中的滑滑梯 给了他启发 幼儿园滑滑梯的设计的时候 就非常光滑 人都可以上上面滑 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 可以做成那样 因为不幸装的器材 做成这样的 打完针让它做花花 就下去 你还比小乔 它的这些小发明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样的台队 应该一个小时 可以在100多斤 到200斤的程度 我们的繁殖厂 本身规模也比较大 一天的注射量 可能要1000多斤 尼秋的繁育季节 也是谢冰最忙碌的时候 这段时间 前来买苗的客商 一直络绎不绝 忙碌而高兴的雪冰 现在有了更远的打算 我们的目标到150 是获得国家级的 尼秋的两种场 这是我们近期的目标 那我们市场 从目前来看 是供尼秋的一个市场 那你考虑到 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 可能后来的 做苗子也会多起来 那么就是说 养殖户的这块 要让他们能够 达到很高的收成 短短两年时间 谢冰变成了 当地最大的尼秋繁育户 真的是从一个门外汉 摇身一变 成了同行业当中 公认的养殖高手 那么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 谢冰善于动脑筋 不没守成规 他善于从尼秋自身的 特点入手 去做了一些 细节上的改变 最终使得小窍门 发挥了大作用 好 如果你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 1066-33556 搜索手机报 你也可以登陆 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官方微博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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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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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